目前傳出是不是真的就是郭董要選總統 然後那個院長要負責陸戰的部分 以及這個柯市長他是負責禁立法院 現在目前有這樣的傳聞 到底是私下的這個我們溝通方面 有沒有談到這個相關的事情 好 其實這個問題大家已經都講很久了 感覺好像是說大家都已經把位子分配好了 那我覺得就是從一個方向來思考 郭董呢 他在帶領洪海集團四十幾年 他的能力是經過國際認證的 這部分他在科技界 在財經界 他的表現是無人能及的 那他也很希望說把自己所學的 所經歷過的 能夠帶領台灣往更好的方向來發展 那這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期許 也是他的使命感 那王院長呢 他在政界有相當豐富的資歷 柯文哲呢 在這個行政效率上也處理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都能夠各發揮所長 這其實這一股力量也可以有台灣第三條路可以走 但事實上呢 這個我們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三個人有這樣子分配的情況 其實真的沒有談到 他們三個人在一起 好朋友見面不需要敲鑼打鼓 然後要談的事情也很多 或許可以閒話加長 或許可以聊聊台灣的未來 那對於台灣未來的憂心 其實三個人共同都是有的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前提下 大家能夠一起攜手 那基本上呢 對於這個結盟這兩個字眼來講 其實都是多餘的